大家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云上网络的架构的设计和解决方案 我是来自阿里云网络产品的研发同学 我叫仙霞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大纲 我首先会介绍一下阿里云网络的这个产品家族 以及五大应用场景 然后分别把五大应用场景介绍一遍 然后最后呢会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根据这些网络的产品 进行这些典型的方案的架构 然后的一些案例的一个解析和分析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阿里云网络产品的这个产品家族 阿里云的网络产品家族总共是面向的是有五大网络场景 总共是有12款产品 第一款第一款产品的主要是面向的是定义云上的这个网络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会给每个用户会给一张自己的一张 这张私有的网络 这张私有的网络我们叫Webc 这是定义云上的这个网络环境 那么有了云上的网络环境之后 那么用户就需要跟互联网进行通信 那么我们有面向公网流量这个场景的一系列的产品 包括弹性公网IP以及负载GNSLB 还有一些Net网关来提供SourceNet和DNet这样的功能 那么在此之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会提供一系列的这个节约公网 IP这个节约公网的这个成本的一些方案 包括一些共享流量包 一些共享带宽包这样的一些产品 当然那么我们的我们的很多客户 他的这个线下可能会有自己的IDC 以及有自己的很多资源 那么他可能会首先要需要面对 第一个事情是怎么把线下跟云连接起来 那么我们会根据这个我们会在根据这个 构建混合云的这个场景上 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包括使用一些高速通道专线的一些方案 包括一些云托付 以及VPN网关和智能基础网关等等来构建这个混合云 最后会面对一个全球网络的这个场景 我们会提供云企业网和全球加速这样的产品 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相当于是把基础从最基础的这个网络定义 以及到全球互联 我们把企业的所有的网络场景全部都已经覆盖到了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网云上的这个网络环境的这个是怎么定义的 我们给每个租户给每个用户提供了一张网 这张网络叫VPC 首先看一下什么是VPC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VPC本质上来说它像是一个网络容器 那么这个网络容器呢是可以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说哎就是相当于是你在阿里云上买一个VPC 然后把ECS服务器和SLB 负载均衡器包括这个数据库等等 你可以放到这个容器里面放到容器里面之后呢 你这个自然是在这样的一个私有的网络里面去运转 那么这是一个理解方式 另外的一个理解方式呢 会更简单一点 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你在阿里云上买了一个VPC 就相当于是买了一个可以无限扩容的这样的一个私有的机房 这个机房是你私有的 意思是你有一张私有这个网络 第二呢就是说它是可以无限扩展的 也就是这个容器里面可以放容纳非常多的资源 包括这个服务器负载均衡 以数据库等等这样的产品都可以容纳到这里面来 那么VPC实际上是让用户具备在云上去管理他的网络 这个能力的这个基础 那么比如说他可以在就用户可以在云上进行这个基本的这个网络的定义 包括自己定义他用的什么网段啊 然后什么样的纸网 以及他的路由以及他的公网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咱们这里面是有一个VPC 那么VPC是一个地域属性 比如说在杭州Region还有这个上海Region等等 它是一个地域Region 地域的一个属性 它可以在这个Region里面去买一个VPC 那么这个VPC买完了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VSwitch VSwitch就是一个虚拟交换机 虚拟交换机实际上是可以实际上是跟可用区是绑在一起的 比如说你可以在可用区A去买一个VSwitch VSwitch里面可以去买E4S啊买买负载均交换等等 把这个网络去组装起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VPC实际上在给大家提供一个 基本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定义和管理这个能力 首先用户需要规划他自己的这个网络的地址 包括他用什么地址段 然后你要有几个可用区 然后可用区里面的资源怎么去摆 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一些冗余的这个特性 在你的应用里面其实都提前规划好 那么这是一个可以去定义自己的私有网络的这样的一个一张网 然后关于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VPC本质上来说是可以是给用户提供的是一个 可无限扩容的这样的一个私有机房 关于这个其实我们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一个理解的一个 理解的一个胶片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张图实际上是我们实际的物理机房的这样那个组网的一个图 比如说这是一个这个这是一个接入的交换机 下面是挂了服务器然后汇聚等等核心 真的是一个物理机房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物理机房的一个托普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托普 那么那么我们在物理机房里面做了什么 实际上我们把物理机房里面的这张网络给它虚拟化掉了 虚拟化掉 然后给每一个虚拟网络 我们把每个虚拟网络定义成VPC 这个VPC里面有虚拟路由器 这个一个虚拟的交换机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服务器 一些云服务 包括这个数据库啊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在这里面 实际上这里每一个元素或者说每一个虚拟的网络 就是就是在这个物理网络上给虚拟出来的 虚拟随着这张网就是VPC 然后VPC里面实际上你可以去自己定义的自己定义你的网段 定ACL 然后里面去跑跑VM也好跑Docker也好 实际上就是一些你自己的一个资源 那么也就相当于是你把服务器等等放到这个网络容器里面 本身这个图其实也是跟上面的这个图的一个诠释 那么这个图呢是展现给用户的一个产品形态 那么这个图呢实际上是把物理网络虚拟出来的这样的一张网 这个每一个这样的网络叫VPC 然后我们的一套虚拟化方案 大概是可以虚拟出100万张VPC 也就是说有100万个VPC同时在我的一张网络上去运转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网络虚拟化的方案 那么网络虚拟化除了虚拟化自当网之外 还虚拟化了很多的这个NFJ组件 NFJ组件比如说刚才我们介绍了 有两个一个虚拟交换机虚拟路由器 那么这里还虚拟了一个 还有一个虚拟边界路由器 虚拟边虚拟边界路由器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做的是专线的与专线 比如说专线连到云上来 会给它虚拟一个这样的一个边界路由器 然后包括路由器接口 还有一些虚拟的Net网关 一个虚拟的VPN网关等等 这样的一系列的虚拟化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组件 那么这是我们官方提供的组件 除了官方提供的组件之外 其实客户包括第三方的应用 其实可以自己去定义一些NFJ组件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阿里云的云市场上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应用 那么其实是用户或者说第三方的用户 实际上是可以基于这样的云市场 来构建一个这样的一个NFJ组件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 就是如果说某个用户 某个第三方的用户 他想提供一个VPN网关 或者提供一个防火墙 那么他怎么去做呢 其实他可以在 可以在VPC里面去买两台服务器 买两台服务器 把它自己的软件装进去 那么装进去本身来说 就是装装完了之后 把里面配好了之后 实际上最终是形成的是一个镜像 最终就是这个ISV用户 最终是卖给的是 最终的用户是 比如说他可以把这个整个的应用 打包到这个云市场上 然后最终的用户的云市场 一买买完了之后 把镜像提起来 提起来之后 他就可以在都相当于是 把这个NFJ在他VPC里面存在了 就可以整个的把NFJ给使用起来 那么我们具体看一下 这个NFJ是怎么去运转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是一个ISV的用户 我想提供一个防火墙 防火墙的功能 那么把防火墙的功能 装到一个服务器里面 装到服务器里面 它肯定是有一个IP了 有一个IP 那么对于ISV用户而言 它一定需要给用户提供的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高可用的方案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 实际上这个图 这两个E4S实际上组成的是 一个IFV的一个组件 这两台E4S之间实际上是在跑一个VIRP的协议 然后这两台E4S之间跑到KPoLiveD 那么LiveD他们是共用了一个IP 比如说192 168.1.5 那么 这个服务器呢 这个服务器实际上是 这个VIP实际上是在飘 在两台服务器上飘 当其中的某台服务器为主的时候 流量就自动飘到这个服务器上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你把下面的组件弄好了之后 同时你需要做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加一条路由 在系统路由里面 比如说把流量默认导到这个IP上来 导到这台服务器上来 最后就形成了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那个1.1来访问这个 这里面的一个访问一个某个地址 然后流量被导到这来处理 最后形成了通过这个IFV的组件 流量进行出去了 好 这是可以通过云市场去DIY一些IFV的组件 然后并且可以把这些组件 放到云市场上去送卖 这是一个 这是另外一种玩法 好 那么我们这里是已经介绍了 就是云上的这个私有的这张网络 那么云上的这个私有网络 能够给 能够虚拟 能够虚拟出这样的一张虚拟网络 本上来说是依赖的是我们的一个 飞天的这样一个落成系统 飞天落成系统呢 这个落成系统实际上是指我们的整个网络的 就是整个网络层面的这样的一块系统 那么飞天落成系统是包括三个层面的东西 一个是控制面的控制平面的东西 一个是数据平面 还有一个是管理平面 控制平面包括哪些呢 包括的是一个全球的这张网络的一个控制器 因为阿里云是提供的是一张全球的网络 用户可以直接把这张网络拓展到全球 是一个全球网络控制器 然后还会有一些NFV的控制器 就是我们刚才介绍了 有很多这个虚拟边界虚拟边界路由器啊 虚拟路由器 以及自定义的NFV啊等等 一个NFV的控制器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网络的设备的控制器 就是包括下面的物理网络设备 还有一些虚拟网络控制器 把那个整个网络给虚拟掉 虚拟掉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虚拟网络控制器 这是一个控制平面上的 很多个控制器 那么在这个控制平面之下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数据转发平面 数据转发平面 首先是包括的一个 是一个App Server的一个VSwitch 这个VSwitch是什么呢 就是E4S服务器 所所所在的数主机上的一个 一个转发的这样的一个内核模块 这个模块呢 主要是起着流量的转发 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包括DC的一个网关 混合云的网关 以及我们的这个 internet网关 负载均衡 以及智能接入终端 等等这样的一个数据平面的 一些网关设备 第三个东西是我们的管理平面 管理平面主要的职责 是进行一些智能的运维 以及运营 以及数据分析等等 这样的一个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自制的 或者是一个自愈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 当他发现整个系统里面 比如说有一些异常 流量异常 或者说这个控制器异常等等 他会在这个系统里面 自动的去运转 并且会自动的去恢复 这样的一个系统 他是一个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运维 和运营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么整个的飞天的网络系统 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去进化的 从最开始 我们的所有的网络产品 实际上是只基于API 提供的一些网络 就是说 我们有一台服务器 服务器上绑了一个公网IP 等等 我们会提供这样的API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来进行快速的去管理 和控制这样的一台服务器 来提供这样的基础的网络 这个能力 随着我们的不断的发展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能力 是逐渐的在提升 包括提供这个软硬件的方式 因为你的服务器所在的 这个转发能力 用户对它的需求 是越来越高的 比如说这个E4S服务器 对它转发性能 是需求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我们是采用的是一个 软硬件结合的方式 在硬件上 在X86服务器上去刨 我们的整个的软件体系 然后把整个的网络的性能 给提升上来 那么这个会在这个软硬件 结合之上会有个 低声音的网关 还有这个混合运动网关 以及Vswitch和负载均衡等等 这是我们的软硬件 结合的这样的形成的一张 高性能的这样的一张网络 那么既然我们又有了网络之后 接着我们就需要另外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是一个全球互联的 这样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线下有很多分支 或者有很多门店 零售的门店 然后我也有很多的 IDC数据中心的机房 那么我数据中心等等这些 比较就是等等这些资源 我需要跟云上互联互通 那么我就需要一些混合运动方案 混合运动方案呢 包括使用一些VPN的方式 智能接入网关的一些方式 或者专线等等方式 它跟云连接到一起 连接到一起了以后呢 接着会有另外的一些诉求 就是说它需要跟云上的VPC 进行互联互通 不仅是需要跟深圳的 也可能需要跟北京的 还可能跟上海 这些VPC进行互联互通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实际上它有另外一个诉求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跟你能通 那说明我必须要知道你的路由 说明线上和线下 线上的这个这个这个VPC啊 和线下的这些IDC甚至分支 要进行一些路由的联动 然后他们才能够互联互通 所以这就是云企业网所起的作用 云企业网是在学习整个链路里面的 整个网络里面的所有的路由 并分发出去 形成一个全球互联的这张网络 那么这是我们提供的这样全球互联的这个能力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整个智能的这个网络 智能的网络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一系列的 在网络层面做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智能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整个SDN的控制器 SDN的整个控制器 它需要把相相当多的这样的流表 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些配置给下发下去 下发到我们的整个网络硬件 包括我们的网络整个体系里面去 怎么下发 那么下发的过程中是否出了异常 异常了之后怎么恢复 那么这是这张网络在处理和解决的一个事情 当你网络在运行的过程中 你网络会发现如果会有丢包 如果会有延迟高 然后接着你会发生什么呢 接着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系统 实际上自动的去运转 来进行一些流量的一些调度 一些分析 并且形成的一些策略 最终会调用SDN的控制器 然后把这个流量的调度给实现起来 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愈的和自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这是我们的智能 智能就是我们网络更智能的这一块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下一个场景的介绍 就是说下一个场景主要是公网流量场景 那么公网流量场景呢 我们的公网流量的产品主要是有三个 一个是EIP就是弹性公网IP 那么弹性公网IP从它的名字上 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得出它是一个弹性的 弹性的它就是可以绑定给一个云服务器 也可以绑定一个送SRB 那么总之它是一个EIP是只能绑定到一个云产品的这样的资源 绑定的时候实际上这个EIP实际上就默认就把这个云产品 让它去支持了SNET 支持了SNET和DNET 然后让比如说可以当一个EIP绑给一个ECS 那么这个ECS是直接可以通过公网 直接可以出公网 然后公网也可以访问它 好 负载均衡SRB呢 它实际上是做的是基于端口的这种负载均衡 包括是支持了TCP UDP以及HTTP和HTTPS等多种协议 那么在支持的负载均衡的过程中 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实际上是你这个负载均衡器实际上是对后端 是可以自定义去进行健康检查的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负载均衡SRB 好 但是网关呢 是另外一个产品形态 就是说我们的ECS服务器或者说很多台ECS服务器想能够上公网 但是呢 用户不想让每个服务器都具备公网能力 都不需要它具备公网EIP 那么它实际上是可以买个Net网关 然后Net网关可以给它下面的一系列的ECS提供上网的这个能力 这就是Snet以及Dnet通过端口来带它进来 好 这是我们的公网的产品 那我们逐步介绍每个去介绍一下 在整个公网产品里面EIP产品 EIP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灵活的 这个产品呢 其实它实际上是跟后端的这个实力是松偶合的 比如说跟这个ECS服务器跟负载均衡 包括跟Net网关 他们之间是松偶合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这个EIP买完EIP之后 你直接绑给ECS服务器 这个ECS服务器就能够上公网 且公网也能访问到这个ECS服务器 那么当你把这个当你用完那个ECS不想用了 那你把EIP直接保留回来 直接把它摘掉 摘掉了之后绑给SRB 绑给一个4网的SRB 那么这个SRB就可以对外提供负载均衡服务了 包括你绑给这个Net网关 可以让这个Net网关下面的一系列的ECS 能够不断的去依赖 不断的使用这个EIP来上公网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 当你遇到了一个比如说海洁应用场景 当你这个EIP被别人攻击了 被别人攻击了之后 那你EIP是落在这个 假设EIP落在这个ECS服务器的 那你把这个EIP摘掉 摘掉了之后就放在那儿 然后再给这个ECS再绑一个EIP 这样的话那个被攻击的那个EIP相当于就没有流量了 好 这是一个在你防攻击来应急 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些产品来进行一些操作 或者说来应急 关于公网EIP 实际上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公网EIP 实际上是我们的EIP的公网的质量 实际上是多线的这样的BCP的这样的一个线路 就是在在很早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说 这个都流传的一句话就是 虽然我们两个面对面 但是我在电信 你在联通 然后咱俩之间的这个网络质量就是不行 所以很很早之前大家看到一个就是游戏 玩游戏的时候你会登录到这个电信服务器 或者说这个联通服务器 或者移动服务器 出现这个的选择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让就是说比如说电信的用户访问电信的服务器 他这样的话网络质量是最好的 然后延迟是最低的 大概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主要 但是这几年可能很少人就看到 就很少人会玩游戏的时候会让你去选 那个是什么什么电信服啊 什么移动服啊 基本不选了 不选了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阿里云把这个这个公网的这个多线BGP的这个能力 接入进来了 就是说相当于是你在阿里云买了一台服务器 买了一台服务器之后买了一个公网IP 这个公网IP默认就具备了多线BGP的这个能力 我们是国内是具备46线的这个BGP的这个能力 那么也就是说无论用户是来自于哪个地方 比如说来自于移动的线路 他到了这个EIP之后 我们默认会自动会把它从移动的这个路径回去 那这样的话他的网络质量就是最好的 所以这是多线BGP给用户所带来的一个一个辩解 那么呃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业务是部署在阿里云上 那么呃 你的用户来访问你的业务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这个体验 这个公网质量的体验实际上是跟访问淘宝和天猫是一样的 这样的公网质量 呃 好 这是我们多线BGP的这个公网的覆盖的这个能力 然后我们这个公网IP就是公网IP我们是提供很多种机费模式的 每一种机费模式呢是适用于不同的用户场景的 呃 比如说这个预付费的这个模式 预付费的这个模式是可以报金报月的 就是说呃 就是有些用户他自己的业务 他这样他是非常清楚 大概是需要多少带宽 时时刻刻的需要多少带宽 哎你可以用这种模式来比较省钱 那么也还会我们还要提供了两种另外两种就是后付费模式 后付费按流量付费 或者说后付费是按照带宽付费 那么这种这种这几种那个付费模式之间是可以去相互转换的 并且呢 并且呢就是说呃 在基于这些付费模式之后 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节约这个公网公网这个成本的一些方式 这个后面我会介绍介绍到 好 呃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会还会提供更多的这个能力 包括把一些公网IP加入的这个共享带宽 然后会提供分配一个一个系列的一个大段的这样的公网IP的这个能力 会提供秒级的这个公网的带宽的这个监控等等 会提供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能力 那么我们看一下再看一下SRB产品 SRB产品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就是在阿里云上是买一个负载均衡的这个公网IP 买个负载均衡的这个服务 绑上公网IP之后呢 然后可以在后端去建立一系列的监听 建立比如说监听80 然后把一堆的ECS服务器作为它的一个实际的服务器 加到这个负载均衡器里面来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使用模式 那么我们可以首先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负载均衡 它实际上是支持很多种负载均衡的这个协议的 负载支持很多种协议的 比如说TCP UDP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协议 同时呢我们除了提供七层提供四层的负载均衡之外 还提供七层的负载均衡 就是按域名或者按URL进行一些灵活的这样一个转发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用户会问 我买你的这个负载均衡器 那负载均衡是否是具备高可用的这个能力呢 本质上来说我们的负载均衡的每个负载均衡的这个服务 它就默认就具备负载均衡的 就默认就具备的是这种高可用的能力 比如说你买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SRB 那么负载均衡的SRB 它会同时会我们后面是有两台 是有两个两个site的 是有两个集群的 那么每个集群呢会有一个一个 比如说一个主site 会会把它给把这个VIP 给配到这个主site上来 那么同时 负载均衡器上也会把这个VIP 都会在这里 就是把这个负载均衡器都生成好 放在这里 当负载均衡器 当那个设备发生了一个故障 新换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负载会主动会起来 那么就像那把流量会迁引到这来 那么会保证用户的业务 不受到损害 不受到这个不受到故障的影响 好 这是我们默认是会提供一个这样的高可用的这个能力 那么同时从这张图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出用户自己的业务在部署的时候 也要关注自己业务的高可抗性 虽然说SRB是提供了高可用性 但是如果说你的ECS服务器只有一台 那这个肯定是没有高可用的 如果你这个一台ECS挂了 那么这个负载均衡器也没办法工作 所以至少要提供两台服务器 那么这两台服务器呢 至少是要放到两个可用区里面去 因为如果说某一个可用区挂了 流量还可以被另外一个可用区去接管 所以至少要用两个可用区来用 至少用两台服务器来挂到一个负载均衡器下面 好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逻辑 那么我们看一下单台的这个实力的这个性能 SRB本身是参加了多年的这个天猫双十一 然后我们的单台的这个SRB负载均衡的这个实力是能够支持五百万的这个并发连接数 然后我们的一个集群是支持一亿的并发连接 然后我们可以用多个集群来扛这些流量 好 那么我们在去年也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性能保障型的这样的一个SRB的这个实力 那么性能保障型的呢主要是为了提升这个那个性能和这个性能保障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超强的这个https的这样的性能 因为https需要经过计算 然后需要经过这个加解密这样的一些能力 那么我们能够提供到单实力能够达到十万kps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好 那么高可用高可用我们的SRB负载均衡是默认是提供的是集群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高可用 就是我们默认是两套集群是默认是用两套集群来承载一个SRB负载均衡器 好 那我们在升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是主和辈在这个轮转的去升级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热身级 然后除此之外呢 用户还可以对他的产品进行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更进一步的更进一步的这个高可用 比如说你可以是解析可以是使用那个云解析来来使用云解析来进行一些这个这个就把两个产品揉在一起来使用 比如说你可以解析你可以使用云解析 然后比如说某个地区的解析到这个地方 这个某个就是某一个地区的这个流量 这个通过DNS解析到某一个VIP 这个VIP呢是存在于在地域一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你可以放在地域二 然后你可以实现这种跨地域的容灾 然后当某一个地域的这个负载均衡器或者某一个地域的有出了问题 你可以把流量迁移到另外一个地域上去 这是结合这个云解析 DNS的云解析来进行一个跨地域的一个容灾 那么我们看一下Net网关 Net网关实际上是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Net网关呢主要的一些场使用场景就是说 哎我有一个VPC 我VPC里面有很多个ECS 那么我不希望我每个ECS都有一个公网IP 那么但是我需要让我的每个ECS能够上公网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会提供一个Net网关 Net网关呢会会提供这样的一个IP或者IPD的词 你可以放一部分放到这里面来 那么它可以进行SNet进行一个原的IP的一个Net替换 然后通过跟公网互联互通 这是一个SNet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么还有DNet的这个场景 DNet的场景就比如说是进行外面来公网来访问里面的这个ECS 那么相当于是某个公网IP映射到可以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方式就是说某个公网IP的某个端口 映射到某台服务器的某个端口 也可以是某个公网IP直接映射到后端的某二台ECS 是这这几种使用模式 那么它是本身是支持IP和端口这样的一个映射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跟大家提醒的一点是我们的这个 呃绑定给Net网关就是Net网关本身是需要很多个公网IP来绑进来 那么绑进来这个Net网关的这个公网IP啊 实际上是可以加入到共享贷宽里面去 然后共享贷宽呢是一个比较能节约的成本的一种一种玩法 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个呃怎么去节约共网成本的这样的一些玩法 那么节约共网成本的成那个产品我们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共享贷宽 第二个是共享流量 呃假设没有这个产品 假设没有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如果每一台服务器都需要跟都需要外网都需要公网 互联网能访问到他就是互联网的流量请求能进来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只能让每一台服务器都配一个共网IP 然后流量来访问到这个共网IP上来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所有的在同一时刻所有的服务器的这个流量 并不一定用满了因为你每个共网IP绑上来就需要都需要一份带宽 就是说在同一时刻不可能是所有的流量 所有的服务器他的在这个这个带宽 都跑满了 所以他一定有不满的时候 所以哎能不能把这个所有的公网这个公网所有的服务器共享一份带宽 来节约一个节约这样的一个一个公网的这个呃这个这个带宽 然后呃同时呢也能够呃形成一个统一的公网的出口 然后来节约这样的来维护起来会更简单 所以是这是这个产品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 共享流量呢这个产品实际上是跟运营商学的 运营商本身呢会有一个呃盲闲时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也是有一个客户来建议我们说哎 他的业务形态呃很多很多业务形态更适合在晚上进行一些流量备份呢 数据备份等等 那么你晚上的这个时候你是实际上是可以使用一些一个闲时的这个流量包 然后把他的这个支费给降降下来那么他也是可以让很多个服务器来共享一份这个流量的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共享贷宽 共享贷宽实际上呃逻辑很简单 就是说哎绑定就是给这些服务器或者给这些包括给他的网关或者srb 私网的srb绑一些共网ip 然后这些共网ip呢全部加入到一个共享贷宽里面 共享贷宽这个是一个产品啊 加入到这个共享贷宽那个产品里面 然后所有的这些所有的eip共用这一份共享贷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假设这有一台服务器 他在这个时候他大概的贷宽跑的有30兆 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30兆 那其他的几个服务器 比如说有一个有一台服务器 eSs1买的是30兆带宽 eSs2买的40兆 eSs3买的是50兆带宽 那么总和是得买120兆带宽 那么在某一个时刻 某一个时刻 这个服务器是跑了30兆 但是另外呢 其实是没有跑上来的 是没有把这个带宽能力用完的 但是实际上你已经废了 这是我们实际的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说每个eSs绑一个共网ip 会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在他带宽叠加 我们把这几个线会叠加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 他的带宽实际上远远没有到120兆 这样的一个总和 所以呢 其实就可以使用这个共享带宽的这个产品 共享带宽就是把这些服务器的这个共网ip 全加入了一个共享带宽里面 他们大家是共享 就是说整个的峰值大概是75兆 也就是大家共享那个75兆的这样的一个带宽 最后大概是可以节约了40多兆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这是一个共享带宽的一个使用场景 那么共享带宽除了这么用之外 我们还提供了一个增强增强型的一个95G费的模式 95G费的模式是这样的一个 是这样来理解 就是说我有一个应用 但是呢 我我的这个应用的峰值 大概是说我大概知道是500兆的 需要500兆的带宽 但是基本上 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是500兆 那我那我能不能把我的这个这个成本进一步降低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是提供一个增强型的95G费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怎么玩的呢 就是说我评估出来 我的应用大概需要500兆的带宽 那么首先你在阿里云上是买 按照这个95G费去买的买这个买带宽的时候 你可以去首先你需要一个预付一个保底的带宽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带宽值 比如说保底带宽是100兆 那么剩下的就是说 它可以在100兆和 就是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内进行一个这个带宽的弹性 那么这一部分是是那个预付费的 剩下的一部分呢是后付费的 后付费是怎么做呢 就是说95G费95G费 也就是5%的这个峰值会去掉 去掉之后的那个峰值是你这个带宽的这个峰值 相当于是把毛次给去掉 那么你用多少就付多少的钱 后面这一部分是按量付费的 好 这是我们这个共享带宽的这个产品 那么共享流量包的这个产品呢 其实是呃他是呃另外一种玩法就是也是一个用户所建议我们的 那么我们把共享流量包把这个产品的这个呃 regin实际上给统一掉了 就说中国区的各个regin比如说北京也好航队也好青岛也好等等所有的中国区的regin亚太区的这个regin所使用的这个公网的流量流量的这个费用是统一的 那么比如说你可以去买一个买一个这个在亚太区买一个流量包 比如说你买10g50g或者说呃10t50t 然后再买一个月一个买一个月包是30天里面使用的一个月包 然后买完了之后呢 哎 你可以去抵扣你这些regin里面这些这个区域里面的所有的公网的这个按量付费这个流量 就是说哎 这个比如说北京regin 你行的regin你有你有很多个呃 ECSECS都是按量付按量付这个带宽按量付流量的按量付费的那么你可以来抵扣实时抵扣这里面所耗掉的这个流量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省钱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这个寄费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会提供这个盲闲时的流量包盲时大概是一块钱每gb 然后闲时大概是五毛多一点点大概是五毛钱多一点点 所以一些流量的备份数据的备份可以放在这个晚上十二点到第二天的这个八点这个期间这个流量的这个费用是 最便宜的大概是呃搬价的这种状态 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全时流量包全时流量包大概是七毛五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好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省钱的一种一种方式就是呃 另外呢就是说呃非常省心你这个流量随时就是说流量用完了直接去买一个来抵扣不需要任何设置 就整个系统是默认会给你抵扣掉的好这是这个共享流量包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 我们继续呃第五个章节的这个构建混合云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我们首先看一下呃这是构建混合云的整个的产品家族以及各种方式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假设我是一个用户我自己线下是有一个IDC机房的 那么我IDC机房 想跟云连在一起形成一张混合云他可以通过好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哎他可以去呃这个机房里买一个VPN网关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然后阿里云的VPC里面也买一个VPN网关 他可以把通过互联网通过internet 然后把这两个这个VPN网关通过这个VPN的协议 包括appsec呀包括SSRVPN把它跑起来 然后呃形成把这两张网络给打通 好这是通过呃虚拟专线 虚拟专线也就是VPNVPN网关的这种这种模式来进行打通 另外呢用户还可以通过一个拉物理专线的方式 就是说从这个专线从用户的IDC机房 就近选择 就近选择阿里云的这个专线纠点来把这个网络给打通 那么这个地方要强调几点 就第一去就近选择 比如说假设我的IDC是在南京 那么呃但是我需要跟阿里云北京 reaching的VPC互联互通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拉专线呢 拉专线第一原则是就近选择 你南京你实际上没有就说不需要一下子把这个专线从南京拉到这个北京上去 那么你可以从南京拉到上海或者拉到杭州 那那么阿里云的这个上海和杭州和北京之间本身都是已经互联互通的 那么你只需要就近选择一个专线接入点接进去之后就能实现互联互通了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强调点是专线就近接入就近接入到阿里云那些pop点 第二呢就是当你只要就近接入的一个点之后你就可以实现全球互联 那么只要你接到了阿里云的某一个pop点 那么你就可以整个复用阿里云的各个region 包括整个物理网络的这个资源来进行全球互联互通 好这是一个物理专线的一个一个拉物理专线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用户IDC拉专线到专线接入点 还会遇到一些实际上操作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说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机房是因为你拉专线是找运营商 拉专线找运营商的话你这个机房可能会有些运营商或说这个你移动的线不能出去 或者连通的线不能进来等等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包括这个物业上就是楼宇的这个这个机房的还有一些物业 它可能会也就也有一些约束 所以说这个拉物理专线是比较很多时候是需要处理这些比较麻烦的 这个事情所以说阿里云也会提供另外一个产品叫云托付的这个产品 云托付的产品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我阿里云我把这个机房机房造好了 然后机房到我的专线接入点之间的这个专线都已经连好了 好连好了之后呢 你直接你可以直接在阿里云的这个机房里面 住一块空间把你自己的服务器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面来之后 这个因为这个专线的这个线路什么这些都有了 你都可以直接互联互通 然后你自己机房里面自己该布什么东西 自己买什么机器 这是用户自己去决定 就相当于说相当于是这个物理机是可以在托管到这里面来的 这是另外一个混合运的方案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还有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说有很多分支用户有很多分支机构和门店等等 他们想马上要连到云上 比如说零售行业会经常会遇到一个场景说我这个开店 这个我开店的这个速度会非常快 我一年要开几千家店 那么开几千家店 那么开几千家商场 那么那么他开的时候他实际上会遇到很多困难 是说这个我想把这个网络跟云上 或者说跟他自己的总部连接起来 其实非常困难 比较麻烦 那么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上云的一些方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个智能接触网关 这个硬件的设备放到这个分支机构或者门店里面 放了之后 然后这个分支这个智能接触网关 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直接到云上的这个 直接跟云上互联互通 直接连到云上 就是可以实现一键上云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么这里面是几个 这个走混合云的这个产品的模式 第一个 VPN网关 就是是基于在internet上面的打的 IP-SYC或者说是GIE 或者说SSL这种模式来跟云上的VPC互联互通 第二个是用物理专线 这个本身也是物理专线 第三个是通过智能接触网关 跟云上形成互联互通 当你这些设备 或者说当你线下的这个IDC或者一些机构 跟云上互联互通了以后 到达了云上的某一点了之后 它就可以复用阿里云的整个的 整个的物理的这样的 整个的一个基础设施 它形成全球互联 比如说你想跟 想跟这个华北的VPC互通 想跟这个香港的VPC互通 马上就可以实现 好 那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这几个方案 第一个高速闹 高速闹这个专线的这个方案呢 其实我们会提供两种模式 那么就是用户需要提供 用户那个需要 拉专线到阿里云 到阿里云的专线接入点 那么怎么去做呢 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 直接找运营商 直接找运营商 然后让运营商拉专线 从自己的IDC拉到阿里云的接入点 好 这个是直接找运营商 就可以直接做到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也可以在阿里云的这个控制台上 把自己拉专线的这个需求 比如说 原是哪里 原是哪个机房 什么位置 什么地理位置 想从哪里去 把这个这个专线 从这里去拉到阿里云的哪 哪个地方 好 把这个信息在阿里云的官网上填清楚 填好了之后呢 阿里云在这个 实际上阿里云是相当于是搭了一个平台 搭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 一个需求的入口 用户把这个需求提上来的 之后会派单给这个运营商 那么运营商也会接单 看到这里面 他会他会评估之后 还会给用户来拉专线 这样的话相当于是阿里云 对接了这个需求和这个这个 最终的实施方 然后把这个专线给拉起来 那么这无论是模式一和模式二 那么这个费用都是用户付给这个运营商的 其实阿里云在这里面是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收入的 直接是付给运营商的 好这是通过专线的方式来连到阿里云上 那么另外一个是通过微频网关的方式来连到阿里云上来 那么微频网关其实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基于internet的这样的一个来提供加密的这种隧道 加密这种通道把企业的这个数据中心或者说办公网络跟云上连接起来 那么对云上而言 在云上是买了一个VPC VPC里面买一个微频网关 这是一个微频网关 是一个微频的一个server 那么云下呢 云下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比如说自己的办公网络里面去有一张云章网 并且买一个微频的网关的一个设备 买一个硬件设备 那么把硬件设备和云上这个微频网关把协议跑起来 然后他们就可以形成这样的微频的一个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张网 好 这是这是微频网关 微频网关我们会提供IPSECSSR两种模式 并且SSR会提供这个多种操作系统上的一个一个端 然后支持多种操作系统的中端 然后用户可以直接去拨进来 这个是适用于出差啊等等 可以通过SSR这种方案来连接到这个这个网上连接到这个云上来 最后一个模式是通过智能接触网关来加电来就来上阿里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也在想一个也在想一个模式 就是说呃 微频网关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复杂 相对比较复杂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需要在在云下的这个去买一个买一个这样的一个硬件设备 然后硬件设备买完了之后呢 两边需要把协议跑起来 其实两边的配协议调试还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我们也在想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能不能给用户提供一个这样那个硬件的设备 好这个硬件设备提供给用户 那么当那个硬件设备能上互联网之后 我能够默认就能跟阿里云的某个VPC跟阿里云的某个网络直接打通 哎这样的话用户只需要把这个设备加上电 然后他就默认就上了阿里云了 就网络就连通了 然后这是我们所所所提的一个一个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在这个思路里面实际上本质上来说 我们会给用户提供一个一键上云的方案 并且是提供的这个是一个全部私网加密高速的这样的一条链路 并且我们的这个设备是分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可以直接放到这个作为SDK 放到这个PC机里面或者说是手机里面 然后也提供硬件成硬件版本 硬件版本呢会适用于有适用于IDC 或者说这个总部或者是中心机构等等 不同的这个这个分支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出来 那么智能接触网关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点是它实际上是免运为的 就是说当你把这个智能接触网关插上电 插上电以后 让你这个智能接触网关能走互联网 能走互联网之后 它自动跟云上的这个隧道进行一个协商 然后自动跟云端是建立起了这种隧道关系 然后它就可以把这个这个流量进行 云下和云下云下和云上都已经打通了 并且呢智能接触网关你可以散布在全国 那么你你散布在全国之后 你可以在云端去控制这些所有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智能接触网关的设备 所以你可以实现的是一个中心化的一个部署 和实时监控的这样的 就是可以实现那个实时监控的这个能力 另外你每个智能接触网关 实际上是需要一个一份带宽的 这个带宽你实际上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来进行实施实施变配的 最终还有一个有一个特点是你这个智能接触网关 因为你你每一个智能接触网关 你可能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路由 相当于是一个小的一个网络 每个网络呢 你的包括你的地址的改动 包括这个新新的这个小网络出来了之后 那么整个的网络层面 我们是需要给你自动去把它 把整个的所有的路由给学通的 然后在整个的网络里面去分发 那么这是一个路由自适应的这样的一张网 好 那我们对比一下这几个产品 首先就混合云的几个产品是包括 第一个是包括专线 专线我们提供两种模式 来给用户提供这种专线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呢是 是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第一个就是用户直接找运营商 第二个呢是 用户在阿里云的平台上填些需求 然后运营商会接单 来最后来给他拉这个专线 这个专线 它的网络质量一定是最高的 因为是一个独享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那么它的质量是最高的 那么在灵活程度上 在这个灵活程度上 它实际上是非常不灵活的 需要有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非常专业的人进行维护配置 那么它对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 它需要有很多人来进行呃配置 那么它是一个是一个不灵活的 最最关键的是它的这个成本很高 它这个这个 这个专线带宽的这个成本 非常高 拉一根专线 就需要花很长时间 那么大概需要花一到三个月 那么也需要花很多钱 还需要很多的人工成本 包括设备成本 还需要一台 还需要这个路由器 两边都需要路由器 那么最主要的是 它当变更的时候也会流程会非常复杂 所以这个是比较昂贵和比较复杂的一种方案 那么VPN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案 那么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VPN的这张网络实际上是比较低的 是网络的这个质量实际上是 是相对比较低的 然后VPN实际上也是比较灵活的 那么网络成本啊也是比较低的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是说 它需要一些物理的这个硬件硬件设备 那么硬件设备呢 就需要试企业的这个采购周期了 时间也会比较长 并且它这个整个VPN的维护 这个门槛也比较高 需要有专门的人来维护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的这个企业分支遍布全国的时候 那你每个分支都需要有人来维护 那么实际上你的这个就比较分散 你需要在每个分支都需要有安排大量的人 来进行维护啊来整理这些这些产品 来进行一些维护 那么配置也会非常复杂 那么我们提供的这个智能接触网关的这个产品 它的网络质量呢 是介于专线和VPN之间的一个网络质量 那么网络质量是 是小于这个专线 大于这个VPN的这个网络质量 那么它这个灵活是非常灵活的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智能接触网关插上电 然后让他能通互联网他就把这个网络给组完了 然后会自动是提供的是一个加密的私网 加密的这个稳定的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私网网络 然后另外呢 他需要他对那个不需要人懂得这个很多的网络知识 你把这个设备既插既用 它是个免运运的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网组起来 大概也就需要两天时间 两天时间呢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你购买 购买的话就是快递递给你 大概也需要需要点时间 递给你之后 你擦商店走互联网 它就通了 所以这是一个既插既用的 并且它这个运运和维护起来就是更简单 因为它所有的这个维护 都可以在云上直接去做 那么它是一个比较统一的这种维护这种模式 好 这是几个混合云产品的一个对比项 我们把那个全球网络的场景 我们再对一下 全球网络的这个场景实际上是阿里云 我们是一直是有有一个产品叫高通道的 高通道是做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在阿里云上有两个VPC 比如说北京REGIN和深圳REGIN有两个VPC 我想把这两个REGIN的VPC打通 私网打通 那么你可以直接使用这高通道 打通打通完了之后呢 把路由互相指一指 互相指路由 然后他们两个整个网络就通了 因为他们本质上在附用整个阿里云的 在北京和深圳这样的REGIN里面的这个物理网络的这个资源 那么高通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点对点的这种连接 点对点的连接 它也有几个比较也有几个缺陷 缺陷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个你想把两个VPC通过高通道打通 那么你需要互相指路由 VPC一指路由到VPC二 VPC二往这边指互相指路由 比较麻烦 第二呢 你需要在每一条每一个通道这里都需要买一份带宽 需要点对点的购买 相对比较复杂 当然如果说你有两个VPC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 互相指路由结束了 当你有三个VPC 你有十个VPC 你想按照这种方式 把它组成一张这样的网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这个点对点的购买和手工维护这个路由 是非常麻烦和费劲的 所以它是一个 所以它只是适用于点对点这种场景 那么如果说高通道改变了整个的 就是说拓展了整个VPC这张网络 把这个VPC进行全球互联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对这个网络进行了 对这个产品进行了下一代的升级 我们叫云企业网 云企业网做的什么呢 就是云企业网相当于是说 我假设有很多个VPC 很多个VPC 他们想实现互联互通 实现互联互通 我如果两两之间去打高速通道也可以 但是呢打起来会比较费劲 比较麻烦 那么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进行 这个把所有的路由 学一下 学一下之后分别告诉我们 这就是这个云企业网 这个设计的一个初衷 这云企业网主要就是说 它把每个VPC当成一个实例 当成一个实例之后 这个VPC加入着这个云企业网 加入着这个云企业网 加入进去的每个实例 加入着这个云企业网里面之后 云企业网再把每个VPC的路由 给学习一遍 学习一遍之后 分发给其他的VPC 这样的话 是形成的是一个全球互联的 这样的一个自动分发 动态学习路由和自动分发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同时呢 那个带宽 其实也也 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改进 就是说不再需要你两点之间购买一份带宽了 而是说你是亚太区和这个欧美区等等 你自己再买一份带宽 然后买完带宽之后 然后可以在每个地方进行一些分配 比如说你分配这里跑100兆 这里跑200兆等等 就结束了 所以这是一个动态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同时呢 这个云企业网 它实际上是可以跟专线产品啊 VPC产品等等 也进行一些组合使用 这是一个可以更快速的组建一张全球网络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跨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云企业网 云企业网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网络的基础平台这个能力 其实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云企业网是做什么呢 就是把很多网络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之后 把大家的网络的路由 学习学习 分发给大家 就结束了 它本身就是一个 这个学习 多种网络 路由 自动学习 并自动分发 那么自动学习的时候 实际上它要具备一个路由检测 路由冲突检测 然后另外呢 自动分发给大家 实际上它具有一个路由收敛的 快速收敛的这个能力 那么云企业网的 这个使用的步骤呢 是比较简单 第一步呢 是创建一个云企业网 第二步呢 是把一些网络实例 注意这里 把网络实例直接加载到 这个云企业网里面 网络实例是指的是VPC啊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VBR啊 这个专线的这个VBR啊等等 还有VPN网关啊等等 VPN网关所在的VPC啊等等 把这些实例抽象成一个 每张网抽象成一个网络实例 加到这个云企业网 交到云企业网之后 就购买这个大区的互通的 这个带宽包 比如说这个 这个欧美区 或者说这个亚太区 购买这个互通这个带宽包 或者中国区 购买这个带宽带宽包之后 然后设置互通地域之间的带宽 然后就可以实现这个实例之间的这个互通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一个场景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场景啊 就是说有一个企业 他在北京 他有一个IDC机房 然后北美也有一个IDC机房 那么用户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说我需要把这两个IDC机房的私网打通 同时呢 这个用户在阿里云上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也有一系列的资源 他的最多的目标是 这个IDC机房 这个VPC和这个IDC机房 互联互通 怎么去做呢 其实这是个相当 相当难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在传统的玩法里面 如果没有云企业网的话 传统的玩法里面就是 北京IDC可能需要拉一根转线 跨海拉一根转线 拉到这个北美 北美之后 拉完了之后 让他俩通 然后这个VPC也跟他俩通 跟他俩通 其实做起来是非常操作 非常难的 那么现在的用户是可以 可以这个快速的去组建一张网 怎么去组建这张网呢 北京有IDC 你可以拉一根转线 拉一根转线到北京的接入点 到北京的接入点 然后这里面去创建一个虚拟边界路由器 VBR 创建好了之后 相当于是把他跟VBR打通 就是把北京IDC跟北京的边界路由器 打通 打通完了之后 北美也在北美这边 接入点 这个地方 拉一根转线 拉过来 把边界路由器跟这边打通 打通完了之后 因为都到了阿里云的边界了 这个是阿里云边界 这个也是阿里云边界 那个VPC也是云上的一个东西 那么接着你再买一个云企业网 把这三个实力加入进来之后 这个云企业网 把这实力之间的路由 学习完了之后 并且分发出去 那么他们就可以把整张 整张大网 快速的学习到 这就是一个全网 进行全网动态路由 学习 快速收敛 并且分发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么最后可以实现 这两个IDC和云上的这个VPC 互联私网互联互通 好 最后我们对一些典型的架构 进行一些分析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有很多企业 它是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呢 它最基本的一个诉求是说 我企业的办公点之间 要进行一个私网互通 那要进行一个私网互通 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也是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可以借助 阿里云的这个网络 我们可以快速的去实现 这样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它可以在上海 买一个VPC VPC里面买个VP网关 这个办公点之间 办公点这里跟上海VPC的 VP网关之间跑上IPSEC 然后这边美东这边 也跑一个IPSEC 跑完了之后呢 再把这个美东的VPC 和上海的VPC 之间用高通道打通 打通完了之后 这两张网就互通了 互通了之后 这个IPSEC 这个上海的办公点 和美东的办公点 本身就在这张网里面 他们就可以直接互联互通 好 这是一个通过 IPSEC加高通通道 高通通道方式 实现两个办公网络 互联互通 那么实际上怎么做呢 就是说 操作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上海和美东 分别买一台VP网关 买一台VP网关之后 两个线下的办公点 分别把VP网关给连起来 配置好 配置好了以后呢 最后就是指路由了 指路由就比如说 我这边跟 就是这个上海办公室 IPSEC 你允许的是这个 这个 16和这个17 这两个段 还有这个10 这个段 这三个段 16 17 10 这三个段 跟它通 然后这个美中的办公室呢 允许的是 10 10 10 这个 这个 他们三个之间 这三个段 来跟它通 那么最后呢 就是把这个上海的VPC的Vrouter 就是Vrouter的那个路由器接口 来指向 指一些路由 把它配好 配好了之后 两边就通掉了 那么本身来说 就是借助了 就相当于是 究竟是 把自己的网络 就连到阿里云的一些 一些网络资源里面 连到VPC里面去 连完了之后 这里面VPC和VPC之间 可以直接去打通 好 这是这样的场景 另外呢 这个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微博的一个玩法 微博的玩法呢 就是微博 它是一个典型的 这样的一个 流量热点的 这样的一个应用 就是说 当流量热点来了以后 它的这个需求是很大的 需求很大的 当流量热点也没有了 那么它的这个 这个流量的压力 就会降下来 所以呢 微博它实际上 给我们用一个 这个 把它的业务 部署在全国 部署在全球 形成了一张 混合云的一张网络 之后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怎么做的 就是说 它在中国 美国和澳大利亚 都买了个VPC 都买了VPC 然后呢 这个每个地方的 这个入口 都是服务于本地的 服务于本地的 这个这个用户 比如说这个 中国的用户 使用这个流量 是指导这个中国的VPC 当然 中国的VPC 实际上是要跟 就是无论你是 步到哪个地方的VPC 那新浪在北京 在新浪总部 它实际上有个 IDC机房的 它的数据啊 一些数据是放在这里的 它跟专线 跟阿里云的这个 专线接触点 实际上是打通的 本身来说 它需要这些VPC 和这个专线接触点 之间网络 私网互通 那么这里面 它是有个云企业网 把这所有的网络打通 然后形成一张 可以私网互联互通的 这样的一张网络 当微博的流量压力 起来了以后 它直接在这里扩资源 把服务器扩起来 比如说买ECS服务器 把它这个前端 什么后端都会扩起来 不起来的话 大概是按流量 不是按小时 去付这个服务器的这个费用 比如说一个小时几毛钱 然后去扛 扛完了之后 就可以把服务器给 给流量热点下去了之后 它可以把这个服务器给释放掉 那么微博是使用的是一个 这样的模式来支撑它的业务 说白了 本质上来说 微博先把网络打通 打通完了之后 在网络内部直接去扩容资源 它可以在十分钟里面 把这个ECS规模迅速翻一倍 那么它的整个的这个成本 是可以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大幅度的一个下降 好 另外一个是这个智能接触网关 这个应用场景 智能接触网关这个应用场景 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比如说这个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 零速商 或者说我有很多分支 或者说我有很多门店 那么我在杭州也好 宁波也好 我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分支 但是我有一个总部 那么我的需求是什么呢 我希望我的分支和总部 能够互联互通 并且是形成的是一个 私密的这样的一张网络 那么 那么怎么去做呢 我们实际上是给它的分支 杭州的分支 宁波的分支 每个分支发来一个智能 跟云上连接到一起了 那么当然在云上 还有很多资源 包括这个VPC的资源 包括总部的这个IDC的资源 包括这个 那么它再通过一个云企业网 把这N张网络 连到一起 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 这样的一个私网的一个 加密的这张网络 好 这是 可以通过智能接触网关 把门店分支 一键上云 一键形成一张 这个私有的这张网络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提供了一系列的 IPv6的解决方案 IPv6的解决方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主要是SRB的一些产品 SRB的产品呢 在没有V6之前 那么用户的SRB 后端是挂了一系列的 ECS服务器 ECS服务器通过SRB的 IPv4的VPC 直接对外提供服务 那么当这个 当两院 就是当国务院 和中共中央 开始就是 推各个云产品 推各个这个企业 来兼容IPv6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提供一个 IPv6的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用户 当用户这个 客户端啊 用户的客户端 它是IPv4的时候 那么它去解析某个域名 解析某个域名的时候 本质上来说它会 因为它是V4的客户端嘛 解析某个域名 本身会解析到一个 V4的地址 那么 然后通过这个 V4的这个链路回来 那么如果它的客户端 支持V6 那么它就优先解析的 就是同一个域名 它就解析的是V6的VIP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实际上是 给用户 提供V6的解决方案 需要几步 第一步 增加一个SRB的 IPv6的VIP 增加一个VIP V6的VIP 然后这个V6的VIP的配置 跟那个V4一样 跟V4一样来配置 配置完了之后呢 在云解析里面 把添加这个 IPv6的这个解析 那么就是同一个域名 同一个域名 有V4的 IPv4的这个解析 和V6的解析 同时具备着两个解析 那么当V6的客户 当来访问那个域名的时候 解析到这个V6的地址 然后流量 分发到下端的 后面的这个实际的服务器 好 这是一个V6的解决方案之一 那么 这个解决方案 适用于用户的业务 或者用户的这个系统 部署在云上 它就已经部署在云上了 因为这里面 它就已经部署在云上了 它只需要增加一个 SRVV6的VIP的这个入口 把DS云解析 给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之后 同时能解析到这两个IP 就解决了 另外一个IPv6的解决方案呢 是 试用的场景 就是说 用户没在阿里云上 如何让他快速的去支持 这个V6 这样的一个产品 就是说 假设这里是用户的 用户的服务器 或者用户的网络 那么用户的网络 它自然是有一个 一个数据中心 那么它这里面是一个 IPv4的一个 一个一个 假设是一个VIP 或者流量入口 流量入口 那么 假设他的用户 来访问他的资源的时候 他的用户 如果是IPv4的客户端的话 IPv4的客户端的话 他们是可以直接去访问过来的 访问的就解析到 这个V4的地址 这样就直接 输入完之间就回去了 那么如何让他支持V6呢 本身来说 我们会提供 IPv6的转换的服务 转换服务呢 会在云端提供一个转换服务 转换服务呢 对外吐一个V6的 VIP的入口 对后端呢 它可以进行一个 可以把后端的 这个用户的 这个 这个数据中心的 这个V4的入口 加到它这个后端上去 也就是说 如果是V6的客户端 过来 访问 解析到的是V6的这个VIP 那么V6的VIP 直接把流量 转换成V4 然后再透转 透传回来 好 这是一个 让用户快速支持 V6的两个方案 那么 跟大家介绍了 介绍了这么多 阿里云 实际上我们的网络产品 实际上有自己的 一个使命 就是要把网络产品 变得更简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